三個就是這一題 那這一題主要的重點就是說 第一個下拉清單 怎麼做下拉清單要特別注意 下拉清單的話記得 這個清單主要第一個 你要在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它預設值 這個儲存格的預設值是任意值 如果你要把它變清單的話 記得把它改清單就好 然後來源的話有幾種做法 一個是固定的 像這種是一般都點二般都點三般 出來的話就是固定的 如果非固定的話 比如說我將來 希望它可以變動的話 那你可以選一個範圍給它吧 因為這個部分是固定 如果另外一個方法 我們如果假如說我的來源 不要是自己寫在上面 而是什麼 這個班級好了 假設我把這個複製一下 貼到L欄 貼到這邊來 但因為有重複嘛 所以我可以用移除重複 把這邊裡面有標題 把這邊移除掉 這樣就一般二般三般 你可以兩種做法 有不要放這邊資料驗證 你可以直接不用這個方法 你可以delete掉 用選的 這個方法 不過它範圍會固定嘛 所以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什麼 可以用名稱取消一下 這個按確定之後一樣 一般二般三般會過來 那如果我說將來 你希望能夠把它變成什麼 就是它這個可以更新的話 一你可以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取一個名稱叫班級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就選取什麼 班級跟底下的東西 然後把它變成 用那個公式裡面 有一個叫從選取範圍建立 它的名稱就在頂端列 OK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可以從名稱管理員裡面看到 班級 指的就是下面的範圍 OK 其實就是等一下 你選這個範圍 在這邊 輸入班級 到底是一樣的 只是這個方法 我覺得是比較快 尤其是你做很多藍的時候 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你直接在這邊呢 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一樣 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這個時候剛剛用選的對不對 這個時候你不用選的 你按F3 它會出現什麼 那個名稱 用名稱來變成清單 這樣以後是OK的 按個確定 這樣子 我比較推薦用這個方法 為什麼 因為這個方法 將來你放在別的工作表 也是OK的 但是如果你用選的 如果跨工作表 有時候會比較麻煩 而且那個名稱 會一長串 不好管理 按確定 好 這個時候的話 就會一班二班三班 但是就有同學說 老師 可是我將來 我希望如果還有四班 五班六班 它會自動出來怎麼辦 那你就想說 如果我在這邊輸入什麼 輸入四班會怎麼樣 如果輸入四班的話 那當然它會被更新 它不會更新 看一下 有沒有 沒有更新 那怎麼辦 其實也是一樣 如果說你將來 要讓它自動更新的話 你記得 這個部分的話 你的那個公式裡面 你就修改一下 名稱管理 但你可以把這個範圍 再重新修改 再按打勾 它四班就出來了 OK 那四班會出來了 但是你想說 老師那這樣很麻煩 以後我下一次不是五班 那我要再改一次 有沒有辦法一勞永逸 可以 怎麼一勞永逸 很簡單 以後的話 你乾脆的把 就是定義名稱的時候 就定義整籃就可以了 不過會有個問題 比如說我這邊名稱管理員 那我這個班級的話 我以後就跟他講 我這個是整籃 OK整籃 這個可能要刪掉 舊的 重新選一下 這個整籃 但是你會發現 把它儲存一下 它會有個問 這個上面會多個班級 所以怎麼辦 你就是這個 第一個 你要把這邊的資料 也許把它複製 這整籃先刪掉 我把它 就是上面就不要有 藍位名稱就對了 OK 第二個的話就是 我就是直接底下的東西 把它放過來 不過這邊 應該是這一些 然後不要上面的東西 就OK了 把這個刪除 這個刪除儲存歌 這邊可以刪除 OK 然後向上移動 OK 然後整籃選舉 不過會有個問題 名稱管理員 這邊重新改一下 這個就整籃了 把它按 不用直接看一下 OK 但是 會有一個延伸性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咦 這下面怎麼有一些白的 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這邊 這邊如果有資料被使用的話 它會以為你這邊也是有被使用到 那在那個 那在那個EASO裡面 它就把它當成是被使用過的儲存格 也會算是有資料 那怎麼辦 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可能要開一個完全新的工作表 底下都不要用 就只是單單 把這些 乾脆把它撿過去 撿到一個新的 全新的 裡面都不要動 然後名稱管理員裡面 把這個重新再選到這一欄 記得要全新的 你不要再弄一些 雜雜雜嗎 阿里阿炸的東西 不然按打勾 OK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因為名稱管理員 我把它重新變更了 這個時候 Oper OK 試一下 你會發現 不會有 以後如果你要 五班會不會出現呢 五班 這邊 所以如果 他會自己出來 沒有 因為清單裡面好像沒有 還是自己打一下 如果你這個時候 假如你說 再輸入一個五班 或六班好了 你會發現 他這個時候 下拉清單會不會出現 也會出現 OK 所以這個還蠻好用的 那 所以重點 我們主要 一 就是資料裡面 記得用資料驗證 那用名稱 二的話 請你善用什麼 善用公式裡面的 從 我剛剛是 要不然你乾脆名稱管理 從 這個可能就是直接 直接乾脆就是這樣 就是 先怎麼樣 先把整欄選起來 然後上面輸入班級 Enter就好了 以後的話 用F3 去選擇這個班級 你的那個下拉清單就出現了 不過這一題重點不是在下拉清單 主要是說 我們下拉清單點了之後 自動幫我把這個名稱的東西自動搬過來的VBA程式該如何撰寫 其實之前 我們有寫過了 所以我大概重點複習一下 第一個的話一樣 我們就是在什麼 VBA裡面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特別之后以後反正你要寫VBA一定同樣的動作 第一個先把開發裡面打開 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把他打開 第二個的話 第二個的話就開始 我的習慣 你就是打一個SARB 我上個禮拜講過 你可以打SARB 然後名稱也許叫班級好了 直接Enter就好了 他就會幫你 字太小你可以工具裡面的選項 找到撰寫風格裡面 大概12號字差不多 OK 接下來就寫什麼 寫你要的那個動作 比如說你希望做什麼呢 你可能就要去把那個邏輯先理出來 我希望就是說呢 當我選了一個班級之後 請你幫我把這個班級裡面一個一個去Check 把這個跟這些範圍Check 那Check完如果這邊跟這邊是兩邊是等於的話 那就把這邊的資料放到這邊來 那如果放一個之後的話 下一個就把它往下放 往下放 往下放 所以基本上我們第一個 就是把這個範圍寫一個回圈 所以寫法我前面講 第一個你就是for i等於第二列到 第幾列呢 第十二列 當然你可以向下追蹤 按Enter兩下打一個NAS 接下來的話 因為我要把這個跟這個比較 所以呢 if 所以其實特別重要 VBA裡面寫來寫去 就for跟if 最常被用到 if什麼呢 這個儲存格 那我們怎麼稱呼它 叫range 當然你可以用sales 只是用range可能比較好表達 為什麼 因為直接跟他講說 這個是h多少 h2 但如果你寫sales也可以 你去sales變2 d0.h也可以 可是我覺得用range好像比較好表達 OK 好 等於sales 那你想說老師你為什麼前面用range 跟哪一個比 跟這個比 可是這個範圍會變動 所以這邊用i 這邊用什麼 用a欄 有沒有 a 你常常同學compute說 老師你這邊為什麼用range 這邊你用range 你又用sales 那你可不可以用range 其實也可以 只是如果你要寫range 我覺得比較不好表達 為什麼 因為range裡面是一個文字 那sales裡面是可以放數字的 所以直接這樣表達 我覺得是比較直接一點 OK 但如果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你不要用range 你通通用sales 你用range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啦 只是說你用range的話 要寫成怎樣 寫成a 然後and 把i放在後面 然後後括弧 寫這樣可不可以 也可以 可是感覺這樣寫不是太OK 所以有的人說 老師為什麼書裡面這樣寫 你怎麼這樣寫 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你寫成是盡量寫那個 不要很奇怪的寫法 盡量就是順著他的物件裡面 該給什麼的那種方式寫 會比較順暢一點 所以特別說 這裡的話 我建議是用sales來寫 會比較OK 然後後面的話呢 就是if有 if就有一個then enter兩下 再打一個enter 有頭有尾 然後做什麼呢 幫我把資料搬過來到這裡 搬過來這邊第五列 所以基本上的話 就是把這邊 這個儲存格的東西搬到這裡來 所以這邊搬到這邊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把應該是 應該是複製的 複製過來 所以複製的話 記得就是一樣 我這邊偷懶一下 用sales 這個寫後面 它被複製的寫在後面 複製到的寫前面 所以這邊的話等於什麼 等於 然後呢 我一樣 再把這個 改一下 拿這個來改 寫到哪裡 寫到第五列 寫到這邊嘛 這個的話是哪一欄呢 G欄 所以這邊的話 第五列的G欄 然後複製什麼呢 複製同一列的B欄 那一時類推嘛 複製一個過來 然後再複製下一個 再複製下一個 一時類推 所以底下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邊再複製 Ctrl C 貼一個 貼兩個 貼三個 因為總共有五個儲存格 所以你就分別把 第五列的G H 然後I 然後再來就是J 應該看懂了 那這邊其實就是這樣改了 反正就是一個樓部一個坑嘛 就把這邊的東西放過來 B C D E OK 然後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呢 就是找到一個 放一個 找到一個放一個 但是最後你會發現 會有個問題 我先把這些刪掉一下 就是我把它放過來之後呢 最後好像就 跑完 跑跑跑跑 最後你會發現 只會無紋繡 其他都不存在 為什麼 因為都放在第五列 那其他的跑哪裡去 因為被蓋掉了 就跟剪貼物 啊怎麼辦 所以 這邊可能你需要一個變數 當他放一個之後呢 你就要把五變成六 六變成七 什麼方法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這個數字是會改變的 那你記得就是要增加一個變數 所以那個變數呢 也許我叫K 他初始值等於五 所以這邊的話 你通通改成K 有沒有 把它改成K 這樣子就OK了 K 打錯了 OK 程式不要打錯嘛 但是記得 你PO過來之後 記得什麼 把K再加1 存回去 所以K等於 K加1 有印象吧 累加 有沒有 上個禮拜講過 其實寫來寫去 都差不多 程式寫完的 OK看一下 知情 有了 有沒有 如果 第四行是 B B C 對 少打 少打 OK 扣一下 對了 成績就update了 然後這邊的話 就是二班的話 當然呢 一樣就是去把它run一下 但是 奇怪 怎麼底下的東西沒變 對 所以還要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當它run的時候 先把這個範圍先清空 這個範圍清空的話 就是這個範圍 所以range 除了指一個儲存格 也可以指一個範圍 從G2 有沒有 所以G2冒號 來範圍G2到 G5 OK 然後到J J12 OK 然後 後面加一個 清除的話就點了 點clear CL contents 不要選錯 contents 不是commons 這個 不要選錯了 好 這樣的話 基本上程式就寫完了 把它再執行一下 這樣OK了 但是呢最後有點用的不方便 所以最後呢 你就是再把這個sub有沒有 把它變成一個按鈕 插入這邊放在旁邊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是把它改成叫班旗 把那個名稱複製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是再把它貼上 只要怎麼樣 你變更之後的話 就再按一下 三班 不過如果四班會怎麼樣 找不到 會怎麼樣 會不會成功 沒有東西 對不對 OK 沒有問題 但是呢 只是說麻煩的地方 就是說 你會多按一個按鈕 那如果你不需要按按鈕 就是用突發的 當它被change的時候 就執行按按鈕的動作 那就是變成一個事件驅動的程式撰寫 那寫法我們之前也講過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主要是寫在哪裡 寫在這邊 這個工作表叫序則一 所以你就找到 瓜糊裡面叫序則一的 當這個工作表 它被什麼呢 被change的時候 記得不是selection change 是change 當它這個工作表 哪個工作 序則一這個工作表 被change的時候 所以selection change拿掉 做什麼呢 做判斷說 你改變的那個是不是H2 那怎麼判斷呢 如果改變的它怎麼告訴你 用target告訴你 就是target 這個就是一個物件 這個叫做引述物件 就是它會用這個target裡面告訴你 那它會用什麼方式告訴你 address 所以它裡面有個屬性 叫做address 就是它變動的那個是不是H2 所以裡面的話你就是H2 但是因為它是絕對位置 所以前後都要加前的符號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如果是H2的話呢 那就幫我怎麼樣 一樣then 然後一樣endf 那就幫我call 因為純粹不用寫嘛 call哪一個呢 call這個模組裡面這個方法 所以這個你就直接把call 後面加一個班級就可以 那這樣子的話呢 意思說如果當改變的時候 會特別說 當這個工作表 所以特別主要是選這個 the worksheets 當它被change的時候 它會透過target的物件 裡面的address的屬性 特別說address的屬性 所以這個方法差不多啦 反正以後 如果你是要做那種事件驅動 只要哪個地方變動 你就是run一下哪一個模組的話 那你就call直接call班級 誒程式就寫完了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呢 我們就不需要那個按鈕 也可以完成 所以這邊試一下 有一個看一下 這個因為 這個在入門班的時候都有講到 所以我大概講得比較快一點 如果細節不是那麼清楚的同學 回去可以再看一下 好像試班應該也會run 裡面沒東西 一般 所以基本上就寫完了 但是特別注意 這個VBA程式 其實你也可以用 那個裡面的公式函數來玩 但是需要用到正列 Ctrl、Shift、Enter 可是我強烈不推薦 你們用那個方法 因為用那個方法 比這個還困難 太多了 這個方法我覺得 相對的應該比較OK 好理解吧 好OK 所以基本上盡量 不要用死倍的 另外第二個 還有一點 我們這邊 其實是什麼 把這個放過來這裡 這個放過來這裡 有沒有 但是特別注意 它基本上是連續的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範圍 也就是說 假設你現在四個還好 如果是十個、二十個、三十個的話 那你不是要寫一堆嗎 所以基本上如果是像這種連續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它改成用Range 就是把這個Range的東西 幫我Copy到這裡來 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這個會寫的話 以後蠻多地方你就會合併 會分割 為什麼? 因為其實像那個什麼 儲存格的合併 其實用這個Range 點Copy的方法 很快就全部轉過去了 OK 這個我想要慢慢來 你們第一個 至少這個會寫 第二個待會兒 我們再把它補一個 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是連續範圍 那就不要一個一個 你就是整批放過去就好了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切換給各位 那這裡的話 因為之前有講過這個部分 所以等於也算是一個複習 然後後面我們會延伸一些 可能進階班的東西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了解這部分